10月份是乳癌防治月 美国癌症协会在上周六 在洛杉矶市中心举行 关爱乳癌慈善践行活动 吸引了数千位的民众到场参加 为乳癌患者加油打气 《落成十八台》是这项活动的赞助单位 本台的新闻主播姜耳培 也在现场向参与活动的民众 表达《落成十八台》 对癌友们的关怀跟鼓励 由美国癌症协会举办的 关爱乳癌慈善践行活动 在洛杉矶的活动现场 天色还未亮 就吸引了相当多的民众到场 与会民众身穿粉红色的衣服 透过践行集目款活动 为乳癌患者打气加油 《落成十八台》也赞助这项 相当有意义的活动 新闻主播姜耳培上台向 癌友们致意 表达《落成十八台》的关怀与鼓励 我们在这里 主办单位表示 透过这样的活动 能让癌友们感受到实质的支持 现场民众在受访时表示 亲友们的鼓励及正向的思考 确实对于癌症的康复 有相当的帮助 我们在帮助他们的母亲 这是我妹妹 她是胸癌疾病 她刚刚有疾病 所以我们祈求她 所以我们今天支持她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经过恐惧 愤怒 为什么是我生病 所有这些负面的情绪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一定要好好的爱你自己 勇敢一些 关爱如癌慈善建训活动 在现场民众的欢呼声中 顺利展开 主办单位表示 关爱如癌慈善建训活动 持续在全美举行 欢迎民众继续给予支持 并可到网站上获取相关的资讯 请不吝点赞订阅